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和伊朗信息与通讯技术部 11号是联合举办了中医建交50周年纪念邮票的首发式 以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中国驻伊朗大使常华 伊朗通讯部副部长苏布哈尼法尔 人来到了伊朗邮政和通讯博物馆 参加纪念邮票首发式 常华表示邮票被称为是国家的名片和百科全书 发行的这套邮票不仅展现了两国的古建筑文明 还象征着两国的友谊之桥 他表示希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 在各领域进一步的发展和伊朗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 今天我们在这举行中医两国建交50周年的邮票发行仪式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也是我们两国建交50周年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 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邮票的图案选取了两国非常有名的桥的建筑 也证明了我们两国的古老的友谊一直是有桥相连 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国随着建交50周年的打下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未来的岁月里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苏布哈尼法尔也表示希望邮票作为文化信使 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这种事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两个历史的两国家 从我们的线上发现 今天和我们的关系 在这段时间 和我们的关系 两国家 能发现了 我们希望 我们能发现更多的 双方一起为油票 在手上 日风 签字 并在明信片上 盖上油车 盖上油票 长华还参观了 伊朗和中国的油票站 这一套纪念油票 是一套两枚 图案分别是 中国潮州的广汽桥 和伊朗伊斯法汉的 好居桥 展现了两国 各具特色的两座古桥 中国邮政和伊朗邮政 曾在2003年 联合发表了一套油票 主要内容是 关于西安的中楼 和伊斯法汉的大清真寺 来展现古丝绸之路的辉煌 而这一次是第二次 中伊两国邮政 联合发表油票 以此来纪念 中伊两国建交50周年 同时来象征着 中伊这50周年 建立的有一座桥梁 富华卫视 约正凯姆森 德海南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